作为金鱼繁育爱好者 一年中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时候 就是4到5月份 这个阶段有大批量的金鱼在繁殖 有喂不完的鱼苗 换不完的水 当然对于喜欢金鱼的我来说 是乐此不疲的 今天借着选苗的机会 跟大家聊一聊金鱼在不同阶段对应的尺寸 正常情况下 金鱼从出壳到8公分之前 每个月生长的尺寸在2到3公分之间 如果你繁殖或者是饲养的鱼苗 一个月没有超过2公分的生长速度 一定是不合格的 我们今天就来用硬币分别对比 不同鱼鳞和尺寸的鱼苗 硬币的直径是2.5公分 这个是开口2到3天的鱼苗 目前尺寸是0.5公分 这个是开口15天左右的鱼苗 目前尺寸在1公分左右 鱼苗在2公分之前是生长最缓慢的时期 这个阶段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在发育肋脏 真苗阶段虽然长得慢 但是15天的鱼鳞至少应该在1公分以上 我们现在捞的是25天左右的鱼苗 这个阶段因为头位的是线虫 所以它们尺寸大小不一 以硬币作为参考 平均尺寸在2公分左右 大的已经到了2.5公分 30天的鱼苗 普遍尺寸在2.5到3公分左右 可以看到它们的尺寸已经跟硬币差不多大了 右边这两对就是它们的父母 如果你也喜欢这种马力 也可以饲养一组哦 这个是60天左右的马力鱼苗 目前尺寸是5到6公分 已经完成了褪色 可以看到颜色非常的漂亮 好了如果你也喜欢马力鱼苗 我这里有不同尺寸的可以供你饲养哦